我們回到科學新知第三節 我們現在講醫學及醫藥獎 這個生物學和醫學獎 這次這個獎 我想和以前的份量很不同 因為它簡直是開了整個新的一種學問出來 你只看如果今屆諾貝爾那個醫學獎 一個人可以讀的 只有一個人拿 通常你遇諾貝爾的科學獎 你當然希望儘量分給多些人 讓大家的隊伍沒那麼長 但這次他只是頒給這個人 這個人厲害的 我們有提過他 他厲害的 我們都不需要 而且他比較年輕的 今年67歲 我覺得我們有比較從背景開始傳去講 在以前我們做考古 或者很多定年齡的 那個物件年齡的 其實是一個很空凡的東西 大家是靠古 但是有了這種學問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是比較準確的去講到 這件事究竟什麼時候發生的 但是這種技術呢 是不是一定要有了基因的這種學問成熟了之後 甚至是電腦成熟了之後 才可以構成到今天這種發展呢 其實是的 講回這次研究這個得主 柏波教授 他本身就是瑞典瑞的一位 叫做 怎麼說呢 他是研究這個基因層面 但是他是用基因層面做這個人類的考古 我們講過很多次 尼安德塔人 丹尼索瓦人 這些研究 以前我們講的考古學就是 我們純粹去挖一些硬的東西 看看骨頭 是不是 嘗試做一些統計 測量 但是呢 其實柏波教授他就是 其中一位很重要的在這個範疇裏面 就是拿這些古代已經絕種的 原始人類的基因來做基因分析 然後他率先他的團隊是第一批 能夠把這個尼安德塔人的粒線體DNA 和把尼安德塔人的核酸DNA 還有丹尼索瓦人的粒線體DNA 都是他們第一批搞出來的 當然他們的研究成就 不是限制於在這裏的了 還有就是引申到之後 就將整個這個考古學裡面 為他們添加了一件新的很重要的工具 就是用DNA來分析這個考古 我們講的前兩三個星期 我們曾經講過一節的就是說 原來現在講的考古 你不僅是在那個現場掘到有什麼骨 就驗一下骨 量一下骨就算了 那你所有事情都可以問一下 有沒有DNA的殘餘 甚至乎在那個環境的泥土樣本裡面 你都可以找DNA殘餘 從而了解到當時現場的生態、生境是怎樣的 所以我就是說 他將整個考古學 不僅是純粹是生物學 生物、生化、考古的那個層面 是提供了很多很多東西玩 所以他在這個行內 基本上都是大師來的 那他現在本身就應該在 Max Planck Institute那裡 就在主理整個中心 是啊 那這個跟神秘之有關的 原來1984年的時候 他曾經是將一個 2400年前的埃及穆乃伊 抽取裡面的DNA出來 這個厲害 但是技術方面其實是怎樣做到 為什麼以前做不到 到他1980年代才做到呢 始終就是 你要講的那種核酸檢測 其實這裏是真的 他做的那些事情 你會發覺我們現在經歷過瘟疫 之後不小心做了很多 我們自己 譬如臉一下鼻、臉一下喉 上面有很多的DNA在 當然就是我們人類的DNA 我們要在這一堆這樣的資訊裡面 去找得出 有沒有那個 譬如說是 肺炎病毒的 那種冠狀病毒的殘餘 那種遺傳資訊 那些可能是RNA 你要去找它出來 OK 那就是說 你要排除哪些是你想要的訊號 排除哪些你是不想要的噪音 和你想要的訊號 將它放大 那麼 柏博教授 這位的得主 他們的團隊就是 其實花了很長很長時間 他開始用一些很貴又很慢的工具 來去抽取這些基因資訊 以及去搞清楚 怎樣才能夠乾乾淨淨做到的結果 勾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也不要只是拿到一些不想要的東西出來 一塊原本在那些山洞裡 挖出來的那些尼安德塔人的骨頭 放了上萬年的時間 上面基本上什麼東西都可以有 絕大部分可能是周圍 泥土環境 樣本的那些微生物的基因殘餘 我怎樣能夠證實到那些東西 是真真正正的 就是由尼安德塔人流下來的DNA殘餘呢 那一套就基本上拿一些古代 裡面那些已經拆散得很厲害的基因資訊 來跟他們做核酸檢測 不僅僅僅 還將這個基因資訊 完完整整地重組出來 所以我覺得一種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這裡 他們掌握到一種很獨有的實驗室技術 而這種實驗室有DNA的技術就是傳統的考古學家 基本上沒有掌握到的 那它完全是跨科來做這件事的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看 其實對於人類的那個進化的歷史 我們是不是透過這種學問 終於找到答案呢 基本上以前那些爭議還在停留著 當然是不是所有的人類祖先都由非洲走出來 有人去提出 然後也有很多 原本你相信 就是剛剛有演化論 不久的時候 相信民族主義的人就會覺得 可能是歐洲人有歐洲人的祖先 非洲人有非洲人的祖先 跟著亞洲人有亞洲人的祖先 各自在那裡 各自由自己的亞米巴原從來 演化到各自的人類出來 這個中國我倒是看現在 就算是看今天 就是現在他們說 他們都不贊成這個非洲起源輪 我覺得中國人就是在中國 他已經這麼說了 尤其是信服民族主義的人 他為了要說這個自己的民族比較優越 於是就說了 因為我們的演化過程是厲害的 諸如此類 物敬天責適者生存 但是又這麼說了 其實我自己真的親自去過 這個北京舟口店的博物館 他們都在講一個新的主流的方法 新的主流的論述就是 其實人類共同起源應該是由非洲出來的 原始的人類 而且如果由基因層面 最純種的現代智人 應該就是非洲人 反而就是我們這些歐亞人種 就是曾經跟尼安德塔人 混合出來的集種 就是我們身上有1-3%尼安德塔人的基因 甚至乎柏國教授在最近的新聞媒體裡有提到 就是由於我們身上有了這種很微量的尼安德塔人的基因 就令到我們去對抗這個肺炎病毒的能力 重症率會高了 他就說免疫力會低了 是這樣的意思 他最近還有提到這樣的事情 不過這一點也好 我們沒有得趕以身體的基因 但是由這個故事我們就看得出 就是我們的祖先在某一個時期 曾經跟其他的原始人種是集交的 即是這個逃出非洲的圖像 就不是很簡單 不是只有一批原始人 走出了非洲佔領世界 不是這樣的 是有一批的原始人 大約20萬年前 他走出了離開了非洲 散佈了在歐亞大陸和非洲 但是他也經歷了那段很長時間 互不溝通和分隔各自地去演化 留在歐洲那班 尼安德塔人 另外在非洲那班 就慢慢再出現代智人 在一個後期的時間 他們再相遇 相遇之餘 他們有雜交 亦都有鬥爭 互相殺互相食 甚至尼安德塔人和尼安德塔人自己 亦都會互相食 現代智人自己中間 亦都有人同類相食的情況出現 但是經歷了那段很長時間的 互相和合鬥爭之後 就混合了一班人出來 但是原本那班尼安德塔人 就慢慢凋謝 就是絕種 現在流下來 我們歐亞大陸的人 絕大部分是現代智人的基因 有少少尼安德塔的殘餘 是 那件事就是 如果沒有了這個基因圖稿分析 我們沒有辦法去證實哪個正確 哪個正確 現在這個基因圖稿分析出來 就是各自在各自地方 演化一個人類出來的學說 其實已經可以說 沒有人再說了 其實應該就是 就是你如果看回現代科學 已經不會再提這些學說 好 如果金翠就拿了 就似乎好像他這個獨領封鬚 就是整個學問 好像是他自己 他那團隊自己 自己弄了出來的 其實 是的 如果這樣說 看他的貢獻 的確是很瘋的 他其實曾幾何時時間 他還沒有重組到那些 古人類基因的時候 他們那個研究小組很厲害 做一件事就是 抓人家的核酸分析那些錯 他們在這方面是做得很厲害的 當然厲害之後 也很快 其實我想整個行頭裡面 都沒有什麼很質疑 因為如果講到 在一個短時間裡面 同時間拆解了幾個問題 我怎麼知道這堆東西 就是他寫這本書裡面 他都說了 這本書是很好看的 就是柏博教授他寫的這本自傳 他寫的東西很好看 另外他很簡潔地介紹了 他那個怎樣去攻克 尼安德塔人粒線體DNA 那個是一個簡單的任務來的 因為只需要重組 萬幾個基因隊而已 但是去到核酸DNA 是說30億個基因隊 他們最快是他們做得出來 然後就是由一個丹尼索亞人 那個手指尾的指骨 能夠抽取到DNA 足夠重組 丹尼索亞人的粒線體DNA圖譜 又是由他們做得出來 然後有了這些之後 大家應運而生 其實出了很多研究 都是建基於他的東西 後來我們也知道 原來我們有證據證實到 尼安德塔人和丹尼索亞人 是有雜交過 有後裔出來的 然後其實在講幾個禮拜前 就是他們 由這種尼安德塔人DNA 研究出來的結果 就一直這樣出 幾個禮拜前出了一個什麼結果 我們沒有怎麼看到 就是說有人嘗試用 將人腦的腦神經細胞 就致換了一些 尼安德塔人的遺傳基因 來看看這個 相信能夠是 這個尼安德塔人的神經 緣他們的生長會是怎麼樣 也都看到是和人腦是有不同的 尤其就可以嘗試去解釋 就是說 似乎尼安德塔人的腦部發育 和我們現代的人是可以很不同的 沒有了這個遺傳基因資訊 根本上沒有可能有這種實驗去做出來 所以就是說 很多 就是阿帕博教授 他這個尼安德塔人基因圖譜研究 就令到很多東西 又沒有可能變成可能 比如說那種 古代人類考古工作 已經絕種了的人 他會和我們的身體特徵有什麼分別呢? 由基因藍圖到我們可以 似乎去推導到一些的結果 另外就是說 一些傳統考古的手段 沒有辦法得到的資訊 他可以由他的DNA的考古可以得到 如果你看這個獎項 就是排隊 很厲害 非常了不起 也提一提 其實他的生父 也都是四十年前拿過這個諾貝爾的醫學獎 但是阿帕博教授自己 他自己是 他其實是他的性 他是跟著他媽媽的性 那後面大家看到了 就是他爸爸 就是 Bercham 也不是Barbou 不知道他們在家裡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這也不是我們要考據的範圍 但是父子一起拿諾貝爾獎 物理學獎好像沒有試過 生物醫學獎 這次是第一次 物理學獎也試過 有父子檔拿過 好像J.J.Thompson 我忘記了 是的 OK 這個八卦就是 有哪個家族這麼厲害 這個親戚全家都拿了 應該我們提過的就是居禮夫人家族 是的 居禮夫人自己拿 居禮夫人的老公拿 居禮夫人的女兒拿 居禮夫人的女婿拿 我想這個是不是空前折效 就是變成居禮夫人的孫一代 如果拿不到好像就有玉家聲 很大壓力 是的 他還要拿物理學獎加化學獎一起拿 是的 居禮夫人自己也是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全期 是的 也有人是拿什麼呢 化學獎加和明獎 是的 Pollins 研究維他命C 另外他自己也是主張去反對核擴散 所以也有人試過拿兩個獎 嗯 那有沒有人試過同一個科目拿兩次獎 這學有的 但是名字我自己也不太記得了 但是呢 在今屆裏面呢 化學獎終於有人是相隔 二十一年又拿多次 是的 哇這個難度高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些提示 怎麼可以拿兩個獎的呢 我真的不懂 首先你真的要是一個 這些人你沒有辦法想像可以靠近他們的智慧 真的 會不會有少許運氣呢 嗯 我也都覺得 首先你認為運氣可能不夠長命 但是我又會覺得 嗯 又不可以說完全 就是 有多少是靠運氣呢 我說不了 因為現在說真的 你已經有很多的成就 大家也都濕著排隊去拿 那什麼時候決定到你 可能就是 就是 很多事情你都掌握不了了 你說那個運氣 可能就放在那個評審決定那幫人 就是他們那個決定那裡 就是這些事情就完全是 不是由上天打釋決定的了 也是大家一起去共同的決定 但是譬如剛才那個物理學長那裡 他們試駕這麼多年了 那是不是換言之 今年在物理學上面的突破是少了 就是沒有一些很驚天動地的 突然爆出來 例如譬如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那些粒子那些 說找到一身粒子就馬上拿 就有些化得很厲害 譬如丁朝中華化很厲害 那一年找到那一年拿的 那是不是今年 就是在大環境的項目裡面 我們還沒有看到很突破性的發展 嗯 我又不會這麼說的 其實如果你想現在今年 就是今年有發現 今年即裸 我想都挺困難的 就是條隊長的 他覺得你無論多大的發現 首先可能你考慮了 只剩下排隊 排你前些的人的年齡因素 可能是 但是我也都覺得 在那個評審委員會 他們自己是哪方面比較 比較有感覺 比較熟 這些就完全是人的因素 是啊 沒錯 好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講講這個 新鮮熱辣的法學長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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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